4月15号就是浊西乡的舍尔祭典 各个村每天晚上都会准备传统祭仪的展演 而其中布农族的八部合音更是全村动起来要合唱 而其中浊西村长就表示 透过了舍尔祭活动让部落的族人又再次的凝聚了一起 学习文化祭仪也让自己上了一堂文化课程 围着半圈低着头跟着旋律唱起来 优美的歌声回荡在浊西国小聚会所 这是浊西乡舍尔祭前的八部合音练习 目前我们已经是第二次练习了 我们还有两次的练习包含彩排阻位 一直到4月15号将近还有三次的时间 4月15号就是浊西乡的舍尔祭 各村每晚都准备传统记忆的展演 其中布农族的八部合音更是全村动起来要合唱 浊西村长说 透过设计的活动让部落的族人又凝聚在一起 学习文化记忆 自己也上了一堂文化课程 因应我们在我们浊西乡公所办的这样全乡的活动是在4月15号 我们除了有将近100人的这样的八部合音以及银九歌之外 也要因应在我们每年的全国的布农运里面 要挑选出最优秀的来代表我们浊西乡去参加布农运 所以我们的族人都很永远的参与 村长说布农族设计的活动展现族人团结一致 狩猎回乡接受族人们的欢迎 狩猎回来报仗公将猎物分享 布农族人妇女自制小米酒以庆功宴方式来庆祝 也欢迎大家4月15号来到浊西共享盛举 记者高双双 浊西乡采访报道